第五場賽事 準備 一你起步 前面快點我們見到現在是百姓將軍 跟實就是賭玩意 開變麒麟至尊高進 然後就是冠軍色彩都在前面 快勒也都不慢 現在前面就是賭玩意 跟實就是冠軍色彩麒麟至尊高進 四隻在前面的 後一點就有快勒 然後就是有這個百姓將軍 這個幸運之神 後面最後就是二國王子 和更好世界的 前面現在見到就是麒麟至尊 冠軍色彩高進 賭玩意 四隻比較前一點 第五位就是這隻幸運之神 開始轉彎入直路 現在轉彎入直路 現在我們見到這隻高進已經急不及待 現在變成高進和這隻冠軍色彩 高進已經贏了出來 高進冠軍色彩 高進換軍色彩 後面現在有一隻百姓將軍上 高進一隻馬在前面 高進還贏著 大外代有隻幸運之神 現在騎著上來 高進在走勢已經贏著這場賽事 高進幸運之神 百姓將軍 高進幸運之神 百姓將軍 高進全無對手這場馬 輕鬆取勝 幸運之神憑後勁 跑第二 百姓將軍是跑第三 看看慢鏡頭 入直路 高進已經決定而出 最後一程 現在彭馬 連連揮幾邊 仍然 後面我們見到大外代那隻 幸運之神力騎上來 百姓將軍 現在和大家爭第二 三 百姓將軍是第三 大熱邊橋 又一場 我都說這場不用拖太多飯了 不用拖你 其實是單橋可以的 只是怕些 撐些追不到像百姓將軍 別找你這樣 少講 時間來1分13秒4 兩個馬位一個頭位 好 後面那幾場又亂了 縮開始 1號很刁鑽 馬幾小隻 狀態又好 14號 那隻馬是好一點 仰光 如果不是他就追不到第二 如果他輸就初次 還有這隻馬千二 我覺得還是短一點 是不是 幸運之神 他再跑